Pictured inside the house of a forest where Russian historian held birthday parties for 150 Little girls he had got up from their grades and Nemified 46岁的 Anatoly Moskene 来自俄罗斯中部城市 夏诺夫哥罗德 Nationally no girl 因高娃三岁到十二岁之间的女孩 干尸于2011年背部 她把干尸带回家 给海谷穿上衣服袜子装扮起来 甚至还把一具女尸弄成太极雄的样子 组成令人毛骨悚然的收藏 起立 视频里出现了这位俄罗斯历史学家 为这150句 从墓地带回来的小女孩干尸举办派对的家 调查人员们在她的公寓里发现 Moskene 本人拍摄的视频 房间通道里杂乱堆满了婚纱 和各种色彩明艳的服饰 干尸靠坐在房间各处 都穿着古怪的服装 46岁的 Anatoly Moskene 来自俄罗斯中部城市 夏诺夫哥罗德 因高娃三岁到十二岁之间的女孩 干尸于2011年被捕 Anatoly Moskene 家中的可怕一幕 Moskene 汇编了她挖掘出的美剧女尸的信息 在电脑上记录下 如何用人类尸体制作布娃娃的方法 有一些女孩的脸 被包裹在轻薄的织物里 她的可怕 收藏 在父母度假回来 前来看望她时曝光 房间通道里杂乱堆满了 婚纱和色彩明亮的服饰 本周法官透露 Moskene 还留在精神病院里 不适于出庭受审 设备 历史 学家被称为 鬼 才 会说十三国语言 她为美剧干尸取名字 为他们举行派对 所有的小女孩都是过早妖者 在一个房间里 镜头对准了女孩们 包在轻薄之物下的脸 视频里的声音说 这些娃娃都是由人的干尸制成 警方说 Moskene 汇编拉她挖掘出的美剧女士的信息 在电脑上记录下 如何用人类尸体制作副娃娃的过程 这些可怕的收藏 在她的父母度假回来 前来看望她时曝光 公诉人说 在精神病院的Moskene 进行了三年的监视表明 她在精神上存在问题 不适合于出庭受审 她将继续留在病院里进行精神治疗 事发的 俄罗斯中部城市 夏诺夫哥罗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